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邵峰教授 表达他发现人体细胞内对病原菌内毒素 LPS炎症反应的受体和直性蛋白 我给大家用几句话解释一下 然后你们听一下邵峰的报告 生命和死亡是两个非常非常相关的现象 没有生命就没有死亡 死亡对于生命也非常重要 我们大家就知道 死亡有细胞凋亡 邵峰教授讲的是细胞交往 焦虑的交 没有细胞凋亡 一个受精卵不可能变成一个人体 邵峰教授要跟您讲的就是 细胞交往 对于我们人体天然免疫系统 对于细菌感染的一个防御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御系统 这个防御系统 在我们生命科学里边 has been unknown for a long time 邵峰教授 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discovery 就是细菌在感染我们人体的时候 它进入了细胞内 细菌释放了一个因子 叫LPS 邵峰教授第一次揭示了 这个LPS的受体 就是它的sensor 是caspase caspase被激活以后 caspase去切割 我们人体内 一个family的protein 叫gas damin D gas damin D被切割以后 它会形成一个pull protein 就是在细胞膜上打孔 这样的话细胞就死亡了 没有这个process 我们的免疫系统 不会发出一个重要的警告 细菌感染 这个发现 这个发现对于我们医学上 发明疫苗 发明抗细菌的药物 同时它会讲 对于今后肿瘤治疗的 这个发明创造 都提供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想法和途径 下面我们大家 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 邵峰教授 给我们做讲演 大家上午好 谢谢勇军教授的介绍 下面我来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在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工作 我的报告的题目 刚才勇军教授也提到了 就叫这个细胞交亡 农毒症 也俗称败血症 以及癌症治疗之间潜在的关系 那么我的演讲分为四个部分 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研究背景 关于免疫反应的研究背景 然后第二部分是我们的一些研究工作 关于内毒素诱导细胞交亡的一个机制 那这个机制跟农毒症有关系 也跟这个癌症治疗有密切的关系 至少我们现在的研究是这么认为 因为这是一个公众的报告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做生命科学的人都在干什么 我们做生命科学的人 每天都在看这个细胞 那我们细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小单元 那不同的细胞可以完成不同的工作 我们的肺里面有上皮细胞 可以交换气体 肠道有肠道上皮细胞吸收营养 我们有免疫系统 有巨色细胞来识别病原的感染 那一个细胞简单地来说 它分为细胞膜细胞质和里面的这个遗传物质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DNA 那么DNA是在细胞核里面 那么DNA上面就是有一段基因 就会编码蛋白质 在这我要特别介绍一个概念 大家下面就可以经常会总听到我说这个概念 就是依据DNA的信息产生蛋白质的过程 就叫表达 就是我们把这个DNA的信息通过中心法则 最后变成了一个有各种各样结构和功能的蛋白质 这个过程就叫表达 必须记住这个 否则下面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那蛋白质因为是生命活动的执行者 我们的生命活动基本上90%以上的生命活动 都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来完成 我们人体有人的基因组有22000个基因 这22000个基因编码了不同的蛋白质 这些蛋白质有不同的功能 所以我们能够现在有这样美好的生活 那么对于一个细胞来说 它表达了蛋白质的数量和种类 就决定了这个细胞的功能 我们有22000个基因 但是对每一个细胞来说 不是22000个基因都会变成蛋白质 其中只有一部分会变成蛋白质 那么免疫系统 我们这个免疫系统实际上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就叫我们天然免疫系统 实际上天然免疫系统是我们的 在有病原感染之后我们的第一道防线 就是我们需要识别有感染来了 然后会启动一个炎症反应 那么在这个天然免疫系统 起到的这个炎症反应 它是一个非常快速的 就像你被这个病毒感染了 你会立刻发烧 那么它不依赖抗原 没有特异性 你这次感染的 下一次同样的感染 你还会发炎发烧 但是它也没有记忆性 那么所谓天然免疫系统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 我们的免疫系统需要在第一时间 第一地点知道有病原来了 然后启动一些机制 招募一些白细胞过来 来把这些病原控制掉 控制住或者清除掉 那么还有我们有一个第二套免疫系统 叫获得性免疫系统 这个跟大家可能更熟悉一些 比如说你打疫苗会产生抗体 是由我们的B细胞产生的 这个获得性免疫系统 主要有两大类细胞 B细胞和T细胞 B细胞负责产生抗体 那么我们也有一类T细胞负责 来杀伤被感染的细胞 或者是肿瘤 那么我们的免疫系统的本质使命 就是识别非我 就是所有外来的东西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我认为叫义我 就是自己的东西变得不正常了 那么我们的免疫系统 也应该去反映 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 这个肿瘤免疫一样 那获得性免疫系统 它的反应比较慢 它有抗原依赖性 它一定要针对某一个抗原 比如说某一种细菌的物质 某一种病毒的物质 那么更为重要的是 这一套系统 有记忆性的 有特异性的这套免疫系统 它需要天然免疫系统去活化它 没有前面这一第一道防线的炎症反应 不可能有第二套系统的工作 不可能产生抗体 你不可能产生杀伤性T细胞 去杀死肿瘤 那么在这一天然免疫系统里面 最核心的分子 就是所谓的我们管它叫受体分子 就是一类蛋白质 这些蛋白质它可以简单地 它就像天安门广场上的巡逻的哨兵似的 它在我们的细胞里面 不停地去看有什么异样 有什么外来物来了 所以找到这些受体分子 是我们天然免疫研究的一个核心的关键 那在2011年的时候 关于天然免疫系统 有三位科学家得到了诺贝尔奖 法国的Jules Hoffman和美国的Bruis Boitler 他们的共同发现是 发现了第一个天然免疫系统的受体 我们叫偷样受体 那下面我还会讲 那么第三位科学家 是洛克菲勒大学的Ralph Stamon教授 他是发现了一类天然免疫的细胞 我们叫树秃状细胞 跟巨子细胞有点像 那Stamon教授是诺贝尔奖史上 唯一一个去世了还得奖的 因为发奖的前两天 他得病去世了 但是评奖委员会并不知道 那么前面两位教授的工作 发现的就是所谓这个偷样受体 这个偷样受体是干什么的呢 当我们有细菌感染的时候 比如这有一个细菌 那细菌的表面有细胞B 对吧 我们这个表面有这个细胞B 细胞B上最多的 对于格兰式阴讯菌来说 最多的一个分子 就是这样一个分子 叫LPS 刚才永军教授也提到 那么LPS是对于格兰式阴性群来说 它的细胞B的 B不可少的结构成分 没有LPS 它就没有细胞B 细菌就不能存活 那么LPS也叫子多糖 也俗称内毒素 它分为糖和子的两个部分 Hoofman教授和Buritz-Boyter教授 他们的发现就是找到了 第一个偷样受 叫偷样受体识别 让我们的细胞能够通过 识别LPS 知道有细菌感染 那么这个识别完了之后 就会启动基因的表达 特定的来说 就是细胞因子和炎症因子的产生 我们就有了一个 抗感染的反应 我们就会发烧 我们的白细胞就会增加 我们就有细胞过来 去清除这些病菌 那么现在有十几个 偷样受体被发现 它们可以识别不同的信号 就像这些哨兵 有人负责监控 有没有起火了 有人监控 有没有强盗来了 它们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那这些偷样受体 最重要的是什么 它都定位在细胞膜上面 来监测病原的存在 这个很重要 它活化之后 下游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炎症基因细胞因子的表达 那么刚才讲到 偷样受体都在膜上 对于我们抗细菌感染来说 其实还有一大类问题 没有解决 就是我们很多细菌的感染 它是在外面感染我们的细胞 来操控我们的细胞的过程 它不会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 但同时我们也有一大类的病原细菌 它会进入到细胞质里面去 这就像一个红色的染色 就是这些细菌 进入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了 说白了就像 就像这个坏人直接越过了你们家的围墙 进入到了这个院子里面去 那么在院子外面的这个看门的人就没有用了 所以偷样受体的发现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的科学研究想回答的问题 就是当这些病原菌细菌 进入到细胞里面去之后 我们有什么样的免疫监控系统 知道和识别这些病原的存在 那其实呢 这个事情以前是有线索的 下面我要给大家展示的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实验过程 拿我们的巨子细胞 比如说去感染一些细菌 比如像这个利己感菌 沙门氏菌 最近我们北京有这个鼠疫菌 还有这些碳菊毒素啊等等 那么这些细菌呢 它可以进入到细胞质里面去 我们在感染的时候 加上一些DNA的染料 这个染料不能进入活细胞 因为我们的活细胞 细胞膜是维持致密性的 那么它如果进去了 它就细胞就会变红了 你会看到这个感染之后 就会发生这样一个现象 那这些细胞都变红了 而且细胞核里面 都已经红得发亮了 说明什么呢 被这些包内的细菌 感染了我们的这个巨子细胞 发生了一个裂解性死亡 而且是非常快速的一个 裂解性死亡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细胞交往 这个事情 这个现象不仅仅在 这些细菌里面会发现 那其实很多细菌都有这样 或多或少都有这样 就是因为它是 我们是一个免疫反应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 在科学史上面 我们曾经对这个事情 有两个误解 这个现象早在1990年左右 就被发现 但是我们有两个误解 一个是因为这个细胞死亡的过程 依赖于一个Caspase 刚才这个勇俊教授提到 所以我们就误认为 它是细胞凋亡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认为 这是细菌独立的作用的体现 我们误解为是细菌想杀死我们 是细菌进攻我们的方式 其实不是 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免疫防御反应 那为什么这个发现 它这个过程需要一个Caspase 大家就会认为它是细胞凋亡的 这些Caspase在人里面 人的细胞里有十好几个 你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它就是一把剪刀 这把剪刀平时是闭合着的 当上游有信号来了之后 它会被活化 这把剪刀就可以剪别人 那么这些十几个家族成员 它对剪切的对象 具有相对的选择性 它可能能剪纸 也可能能剪塑料 那么最早发现的一个Caspase 是在细胞 由这个MIT的麻省理工的 Bob Howitz教授 在2002年德诺贝尔奖的工作 发现Caspase第九个家族成员 在这个发育当中 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在胚胎 刚刚形成 受军卵形成的时候 这个手中间 这个纸没有那么像分得很好 中间有些细胞 最后要被清除掉 一个蝌蚪变成青蛙 最后尾部也要被清除掉 对吧 那么这个清除的过程 这写错了 对不起 其实是通过细胞 细胞凋亡 这样一个清除过程 是通过细胞凋亡 这写错了 那么凋亡是借导了 动物正常发育 那么后来我们就 在科学界 大家就想当然地以为 所有的Caspase 都跟细胞凋亡相关 那包括我刚才给大家 展示的那个实验 其实不是 我们用这个视频 可以比较一下 凋亡和胶亡的差别 左边的细胞是发生凋亡 细胞会皱缩 细胞膜维持致密性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凋亡的细胞 它虽然变成了一个小炮 膜是完整的 不会泄露东西出来 它会迅速地 被巨死细胞清除掉 所以它是一个干净的死亡 不会诱导炎症免疫反应 更多的是一个 发育过程当中的生理反应 那右边是这个细胞 发生胶亡 你会看到这个细胞 其实是在胀大 直到这个吹泡 就像小孩吹泡泡一样 最后细胞膜会破裂 细胞里面的东西释放出来 那么它形成了一个 强烈的异我的信号 产生了剧烈的炎症反应 那么问题是 这样一个过程 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实验室在这个方面 在细菌 我们看看细菌感染的时候 是会诱导这个过程发生 这蓝色的细菌 整个细胞发生的交往 那么对于细菌来说 最重要的一个分子 格兰斯阴心菌 最多的最重要的一个分子 就是LPS 那我们的研究发现 我们实验室的实践经 博士研究生 他发现这个LPS 进入到细胞质量里面之后 会被这个Caspate是11 在小鼠里面是11 在人里面是4和5 那么这有一个 直接的物理的相互作用 这个结合之后 这把剪刀就打开了 它通过分子聚集 这把剪刀就打开了 最终导致了这个交往的发生 那么这个工作 是我们在2014年发表 这也是得这个奖的一部分工作 那我要总结一下 我们这个发现 其实也是建立在 这个前人的一些研究基础上 我们有时间去讲 这个工作最动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意外 因为我们从来不会认为 一个Caspate这样的分子 可以作为一个天然免疫的受体 而且去识别一个LPS 叫脂多糖这样的分子 那么这个下游 这些包内的这个LPS的受体 和这个Bruce Boydler发现 的这个偷样受体 不一样的是 在那儿是一个基因的转路 炎症因子的转路 在这儿是让细胞发生 一个促炎性的死亡 下面的问题就是 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那么这个Caspate 这把剪刀打开之后 它怎么就让细胞 发生了这样一个交往 那么在前几年的时候呢 我们实验室 刚刚这个基因编辑技术 大家都听说过 我们就利用了 最新的这个基因编辑技术 来帮助我们回答 这样一个科学问题 我们把巨色细胞拿来 通过基因编辑 随机的基因编辑 产生了一个一个 基因剔除的细胞 混在一起 然后诱导这个细胞 发生交往 那么没有死的细胞 就会活下来 那我们把这些活的细胞 拿下来去测序 就会知道 什么样的基因 被编辑之后 或者说被剔除之后 这个交往就不会发生了 那我们当时 时间金同学继续做了 这个Caspate 11 这个通路的筛选 另外一位研究生 赵岳同学 他做了另外一个通路 Caspate 1 这个通路的筛选 我没有时间讲 他们俩的两个独立的 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筛选 找到了一个基因 就是今天的明星分子 叫Gasdomin D 也叫GSDMD Gasdomin D GSDMD 这是很奥口的一个名字 现在中文也不知道怎么说 那么他们俩当时是独立 做了两个独立的筛选 都筛选到这样一个基因 那后来呢 因为这样一个工作 他们也成为了一个家庭 非常productive 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所以做科学也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你还可以找到你的另外一半 形成一个完美的家庭 同时还可以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 那么就是说 这个GSDMD 对于这两个Caspate 诱导细胞交往是至关重要的 它就像开关一样 有它就可以发生交往 没有它就不能发生交往 那么它的工作机制是什么呢 它实际上会被这些Caspate这个剪刀剪开 从中间剪开 在这个三维上你会看到 从中间剪开 剪开了这个蓝色的这一部分 你不用看细节 你就看蓝色的这一部分 就会发生一个变化 就会有一个我们叫构像变化 它就自己就会动一动 动完了在接触了细胞膜之后 动完了之后呢 它就会在膜上面打孔 你会看到这个膜上面 有千疮百孔 这个孔道的形成 就是这样一个聚集的洞形成的 这是这个哈佛大学的吴浩教授 他们解析的一个原子水平的 这样一个Pore的一个结构 那每一个Pore大概有 27到28个单体的分子 手拉手 然后一起插到细胞膜上去 那你可以想象 在细胞膜上有很多这样的洞之后 这个细胞膜变得千疮百孔 那么细胞的渗透压就会发生变化 水就会进去 这就是为什么胶王的细胞 总是会胀大 最后会胀破 那么我们也在细胞里 可以实现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把这个蛋白 甘斯登敏这个蛋白 加上一个绿色荧光 可以追踪它到底在细胞里去哪了 你会看到它从细胞质力 会逐渐地转位到细胞膜上 这一圈子细胞膜会越来越亮 那么当细胞膜上积累了 足够多的这样的一个打孔的一个蛋白 甘斯登敏这样一个打孔蛋白 你注意看右边 那么这个细胞就在吹泡 因为它这个渗透压发生变化 那还有就是 这个孔道其实能干什么呢 它可以在早期的时候 可以让这些炎症因子释放出去 因为它很大 足够让这些白结束呀 这些炎症因子可以释放出去 那么到后期的时候 由于这个孔道太多了 那么这个细胞就会裂掉 对吧 很容易理解 那么裂掉之后 会产生很强的炎症反应 所以呢 这个交往的过程 它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免疫 天然免疫 第一道免疫防御反应 是一个保护性的 当我们有感染的时候 适度地启动这样一个交往 是可以让我们控制 这个病原的存在 启动一个免疫系统 发生工作 但是炎症永远是一个双刃剪 就像你发烧一样 低程度的发烧 是为了让你控制这些感染 但如果你持续发烧 40度以上 那对你自己来说 也是一个伤害 所以当这个过程 交往这个过程过度 或者失去控制之后 就会跟很多炎症性疾病相关 那比如说我们在 在第一个方向 就是它的这个好的作用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双刃剪 有这个 这个好的一面 比如说我们在小鼠里面 让它感染一个细菌 叫紫化色菌 我选择这个细菌 是因为它是紫色的 非常好看 它感染也可以致病 我们在小鼠里面 给它感染1000个细菌的时候 其实正常的小鼠 正常的小鼠可以通过交往 来把它清除掉 来控制这个感染的过程 但是如果我们在小鼠里面 把这个LPS的受体 Caspis-11 或者下游的Gasmin-D 给它剔除掉 那你会看到 这个小鼠就会 很快就会死掉 它的存活率大大下降 因为它失去了一个免疫保护 那么原因是因为呢 因为失去了这样一个免疫保护后 这些细菌就会在 小鼠体内大量的增殖 你看这个小鼠的肝里面 正常的小鼠 就会很干净很正常 因为细菌被清除了 那么在这个剔除的小鼠里面 这个肝里面有大量的细菌 还有很多这些白点 实际上这是因为细菌大量复制 导致了很多的坏事 那还有一个双刃剑 如果是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呢 就是说如果当这个 感染过度的时候呢 就会导致这个农毒症 或者叫败血症 那么这个败血症 实际上是 当我们的这个感染 比如说你正常情况下 就是肠道感染 你腹泻 发烧 发炎 但是这些细菌是在肠道里面的 或者是在肺里面的 是一个局部感染 如果这些细菌通过这个 进入循环系统 进入了血液 那么你会发生 全身性的这种交往 对吧 举一个简单的比方 就是说我们一个村子 有两百户 如果只有一户人家 有坏人来了 那么这户人家决定 把自己的房子给点着了 这样把自己家的孩子都 告诉全村的人 这有问题 那么全村的人都警卫了 对吧 还可以过来帮忙 那么这个实际上本身是一个 对于全村来说 这一户人家的房子点着了 是一个好事 因为其他的一百九十九户人家 就被save下来了 但是你想如果说 全村的两百户人家 两百个房子都点着了 那么这个村子就不存在了 所以这个农毒症和败血症 大概就有这么一个意思 它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 每年有1800万的发病者 每天有14000人的这个死亡 它的死亡人数 超过很多癌症的这个总和 特别是在ICU里面 我们在这个重症监护里面 很多病人死掉 最终都是因为败血症 死亡率是30%到70% 目前没有任何有效的一个药物 那么我们在小鼠里 其实可以模拟这个事情 如果我们在小鼠里 注射大量的这个内毒素 你会看到 正常的小鼠一天就死了 它体温会下降 发生休克 对吧 存活率大来下降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基因 它的受体 LPS的受体和Gasdomin D 剔除掉 那么这个小鼠没有这个痛路了 不能发生交亡了 那么它这个小鼠就可以活下来 所以说这个全身性的交亡 是导致农毒症败血症的 一个关键机制 那么巨子细胞呢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通过交亡释放 凝血因子 你释放了凝血因子 它凝血之后 你可以想象很多器官 就会发生功能的丧失 当然现在在工业界 也有人对这个 在开发这样一个 蛋白作为一个药物的靶点 来治疗这个疾病 那更有意思的 我们将来 刚才讲的是这个叫 Gasdomin D 既然叫D 它就是说还有ABC 它是一个家族的分子 它有兄弟姐妹 那我们之前 在我们的研究之前 没有人知道 这一个家族的分子 是干什么的 它其实有很多疾病 是有关系的 比如像Gasdomin B 跟我们的哮喘 和言性常言 有密切的关系 像这个Gasdomin E 它的突变 可以导致小孩 五六岁的时候 遗传突变 小孩五六岁的时候 就渐渐地听不见了 失去了听力 实际上是个耳聋的基因 那我们现在大概也知道 为什么它的突变 这个基因的Gasdomin E的突变 会导致这个耳聋 那么这个家族蛋白 它其实都 结构是相似的 功能也是相似的 那差别是什么呢 差别就是 你可以把这个家族的 Gasdomin 这个家族蛋白 理解成一个个小炸弹 那平时这个炸弹 是没有被点燃的 那不同的这个家族成员 不同的炸弹 它被不同的方式点燃 它的上限是不一样的 我们刚才讲的半天是这个D 这个家族的蛋白 其实在进化上 也非常有意思 最低等的一个生物 叫丝盘虫 是一个扁平动物们的 一个最简单的多细胞生物 都有编码这样的一个分子 包括我们说的 这个珊瑚和水溪啊等等 都有这样的分子 我们也在跟别人研究合作 想看看珊瑚的白化 是不是跟这个过程有关系 因为如果大量的 这个Gasdomin活化 它就打孔细胞都死了 那么珊瑚的这个白化 可能也许跟这有关系 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 这个胶王是广泛存在的 它有很多质型蛋白 很多这种小炸弹 在我们的各种细胞里面 它的胶王的核心特征 就是Gasdomin这个家族的 打孔蛋白 那么我们实验室的 王宇鹏同学 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关于这个Gasdomin-E 我们知道传统的癌症治疗 用一些化疗药物 这些化疗药物 以前的研究 都知道通过Caspase-3 诱导细胞凋亡 那我们王宇鹏同学发现 如果我们在一个癌症细胞 比如说这是一个 宫颈癌的细胞里面 人为的 这个宫颈癌的细胞 如果正常情况下 我们用这些化疗药物处理 你会看到这个细胞 确实会发生所谓的凋亡 你看咒说 对吧 形成一串葡萄一样 那么这个 现在给大家展示的 这是有几万篇的科学文献 建立了这么一个知识 那么王宇峰同学的 发现是什么呢 如果他把这个 宫颈癌的细胞 给他表达一个 Gasdomin E 人为的 人为的给他 加进这个蛋白质 那么我们做 同样的一个化疗药物的处理 同样的化疗药物的处理 你会看到这个细胞 就跟左边的细胞 不一样了 不再发生了这种 干净的 雕王性的死亡 而会吹泡 最后就涨破了 所以说如果我们强迫 这个宫颈癌的细胞 表达Gasdomin E 那么传统的化疗药物 它就会转换 有时候我就举一个比方 就是说 你们这个 春节回家打麻将的时候 你等着上天要糊了 但是你的上家先糊了 对吧 就被截糊了 所以因为这个 交往的过程 要来得要更快 一旦这个Caspase被活化了 如果它下面能 切这个蛋白 切这么一个蛋白 因为我们的发现 其实Caspase 3 可以切割 这个Gasdomin E 这把Caspase 3 它也是一把剪刀 它可以把Gasdomin E 给剪开 这个剪开的过程 就让这个交往 截糊了 就这个细胞 不再发生凋亡 那么这个工作的意义 是什么呢 这个工作的意义是 我们发现在癌细胞里 这个基因都不表达了 绝大部分 我们看了 有一百多种癌细胞 大概只有 5%到10%的癌细胞里面 还表达了这个基因 所以绝大部分癌细胞 确实不表达了 那么我们在 化疗药物处理的时候 这些细胞会发生的是 凋亡 是一个干净的死亡 但是我们机体里面 有很多正常细胞 就像我们今天在座的 我们没有得癌症 我们有很多正常细胞 我们正常细胞里面 有一部分是有Gasdomin E的 那么它的存在 就会使得这个化疗药物 导致的死亡就结糊了 就变成了胶网 那么胶网会导致 大量的炎性损伤 所以我们就在想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些化疗药物 通过胶网的方式 杀死了我们很多正常细胞 所以我们有毒副作用 其实以前认为 这些药物有毒副作用 是认为它说 不能区分正常细胞和癌细胞 那么这个观念 是不完全对的 因为我们很多器官 是可以拿走一部分的 我们的肝被切掉一半 人还是可以活得不错的 但是如果那一半的细胞 是通过这种 裂解性的死亡被拿掉了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在小鼠里面 验证了这个假说 我们在小鼠里面 用一个化疗药物去处理 叫顺博 那么在野生型的小鼠 你看到这个小肠里面 有大量的炎性损伤 这个小肠绒毛的正常结构 被破坏了 那么有炎性细胞的浸润 因为这是个正常的小鼠 但是对于这个剔除的小鼠 没有这个基因的小鼠 它的小肠就会有 很明显的保护的作用 那甚至体重下降 我们这个化疗病人 体重也会下降 变瘦了 对吧 小鼠也一样 它就会下降 然后最后 但是在这个敲除的小鼠里 有很明显的减轻 那么癌细胞 为什么要把这个基因 把这个小炸弹扔掉呢 那么下面我用一两分钟 两三分钟的时间 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通过和北大的 我的师弟刘志伯教授合作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化学家 非常年轻 刚刚三十岁 那么他做了一个化学连接分子 同时又做了一个 另外一个小分子 可以把这个化学连接分子打开 简单的理解是什么呢 就是它这个化学连接分子 就像一把锁 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Gasdomin蛋白 锁在一个纳米颗粒上面 那么同时呢 它有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可以把这个锁打开 打开之后 这个Gasdomin蛋白就可以去打孔 细胞就可以发生交往 那么这两个东西 一把钥匙一把锁 这个锁是锁住了 这个Gasdomin打孔蛋白 这两个东西 在这个PAT成像 就像一个有点 类似于CT成像 这两个东西 就交集在肿瘤部位 在小鼠里面 原因我没有时间讲 就是说这两个东西 就是刚好交叉在肿瘤部位 那么我们在小鼠里面 给它做一个乳腺癌的模型 在这个乳腺癌发生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注射这个 注射这个药物 相当于就是诱导胶王 对吧 一个是这个纳米颗粒 另外也是一个小分子 打开这把锁 那么然后你会看到呢 这个如果 这两个东西都存在的时候 这个肿瘤细胞会发生胶王 那么肿瘤就会消失了 这是不治疗的 有大量这个肿瘤 长得会很大 那么这个就变得很小了 如果只有这把锁 或者只有这把钥匙 也是不行的 那么如果在肿瘤部位注射 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实验 说明什么呢 如果我们人为的 在肿瘤里面 让肿瘤细胞发生胶王 这个肿瘤就没有了 那这个很容易理解 因为肿瘤细胞 都被杀死了 对不对 是不是因为肿瘤消失 是因为所有肿瘤细胞 都发生胶王了 都没了 当然就没有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方法呢 诱导胶王的效率 就是刘志伯教授的 这个方法 其实没有那么高的效率 在体外培养的细胞 只有20%到40% 那么在小鼠里面 其实只有15% 所以我们就是 那么只有极少部分 10%的肿瘤细胞 被胶王了 那么为什么 整个肿瘤没有了呢 那我们把这个同样的实验 用一个特殊的小鼠 这个小鼠没有T细胞 这是获得性免疫系统 最重要的一个杀伤性细胞 没有T细胞 你看到原来肿瘤可以消失 治疗之后 现在肿瘤完全不能消失 两根线完全交在了一起 所以说我们当于 少部分细胞交往 发生天然免疫反应 导致炎症 那么它可以活化 获得性免疫 使得我们机体产生 T细胞抗肿瘤免疫反应 那现在肿瘤免疫非常火 那去年的时候 James Allison和日本的 Honger教授因为肿瘤免疫的工作 研究工作得了诺贝尔奖 因为他们发现的这个 PD-1的免疫治疗 是在人类史上第一次实现的 癌症的治愈 但是这个方法的问题在于 只有10%到20%的病人有效 绝大部分病人没有反应 那我们的发现是什么呢 我们继续 如果我们只做一轮的交往治疗 我们刚才那时做了三轮 如果我们只做一轮的治疗 没有效果 如果我们用PD-1治疗 也没有效果 因为这个小鼠的这个乳腺癌 对于这个PD-1的治疗 是没有效果的 但是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效果就很明显 所以说这个交往治疗 肿瘤和PD-1免疫治疗 也有一个协同作用 两个原来都没作用的时候 那么加在一起就有作用了 所以说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行内就叫 它可以把冷肿瘤变成热肿瘤 它就有炎症反应 那么总替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 就能发生 所以我最后总结一下 我们在研究抗细菌的 这个天然免疫识别的时候 我们发现LPS是有一个 胞内的细胞质的受体 Caspase-11 那么识别导致细胞 发生了一个交往的过程 这个过程呢 有帮助我们结抗细菌感染 反应过度会导致这个浓毒症 那么这个Caspase 通过剪切Gastomin这个蛋白 形成打孔 释放了很多炎症因子出来 自行的细胞交往 我们刚才也讲到 其他的Gastomin蛋白的活化 跟这个包括GastominE 跟这个化疗的毒副作用 甚至还可以 肿有免疫有很重要的关系 我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请发言嘉宾刘布 Please stay on the stage 下面进入青少年对话环节 有请主持人刘永军 Moving on to the future dialogue K-12 students and the future science project 是非常的奇妙 生死息息相关 邵峰教授刚才给我们讲了非常非常精彩的讲座 他揭示了细胞死亡 对于我们人体的免疫的defense 对于Bacteria infection的defense 还有肿瘤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 他的发现给我们 totally open了一个新的天地 在我们颁发大奖给邵峰教授之前 他要给我们青少年有一个对话 有一个对话 我们征集了一些对话 我们有几位青少年代表 在现场 下面呢 就是我就请我们的青少年学生 和邵峰有一个对话 好 老师您好 我是来自北京市神经文中学的杨博文 我想问您 就是您研究的这个成果 就是通过您的介绍 我们知道您研究的是病原菌 病原菌方面的疾病的治疗和预防 您的这个成果是否可以 应用到生活当中 然后例如去减轻人们病原菌疾病的发生 或者是减缓它的症状 这个问题非常好 其实就是这个基础科学研究 医学研究和这个疾病治疗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的研究呢 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些疾病的机制 发现可能的潜在的新的药物把点 那么实际上下游还有一个很大的产业界 去把我们的研究发现转换成产品 转换成药物 那这是永君教授的这个工作 就是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是在上游给他们提供这个粮食 那么比如说我们发现了Gastomin D 我们发现了这个在肿瘤免疫当中的这种 在小鼠模型里面 它潜在的作用 那么下游的这个生物技术公司 和大的药物研发公司 可以基于这些知识 基于这些科学发现 去研发小分子的药物 或者是抗体药物 这样帮助我们治疗这些疾病 所以下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下一个问题 老师您好 我是北京大学的再读学生 我叫刘医生 我特别想请问您 当初选择生命科学 作为自己研究方向的初心是什么 其实我本科是学化学的 其实我们北大那个系 本来培养的人是为了造原子弹的 后来到我上大学的时候 那个系造原子弹的人 已经没有出路了 所以我只能改行学生物了 那其实不是因为这个 因为我认为 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 还是希望能够对社会 对健康有所帮助 就是我自己这么多年 一直在努力 就是从非常基础的 这个生物学研究 逐渐走向医学的研究 我一点一点地从这个 生物物理 生物化学 细胞 生物学 转到感染与免疫 甚至现在转到肿瘤 是因为我认为 我的一个理念是希望 通过我的努力 能够对于人类的健康 有所贡献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对话到此结束 让我们大家 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邵峰教授 精彩的讲座 并且祝贺他 得到了2019年 生命科学的未来大奖 好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